自从大S官宣了与自己的初恋剧俊叶结婚的消息之后 虽然大S对外表示自己已经退出了演艺圈 但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演艺圈中制作话题的能力 毕竟大S和剧俊叶是在分开20多年没有联系的情况下 突然又重新走到一起 这令无数网友震撼 而这次闪婚也是SC家的热闹程度堪比一出连续剧 据悉大S和剧俊叶是今年过年前办理登记的 很多人都以为双方是线下见面办理登记 但实际上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大S本人不用到韩国 可以通过文件往来完成结婚登记 从恢复联络到感情升温再到结婚 二人就是靠着视频联络 这番操作再次让网友佩服大S的性格 也让S妈非常生气 对比大S与S妈之间被爆矛盾升级 小S更像是抓住了流量密码 不断向姐夫示好 也被吵有些热情过了头 而大S与剧俊叶两个人今后的生活何去何从 到底是去韩国生活 还是继续留在中国成为网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按照韩国的传统 大S有可能会被要求去韩国生活做家庭主妇生子 如此一来关于大S与前夫汪小飞所生的一儿 一女他们何去何从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也是有追问到小S 小S则是明确地表示大S不会去韩国的 更不会带着孩子去 两个孩子还是会继续在这边读书 而剧俊叶离开韩国来弯弯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她的工作比较自由 不管在哪里工作都可以 为了见到多年未见的大S俊叶也是在3月9日就抵达弯弯 但因为疫情要在防疫旅馆隔离10天 将在弯弯停留两个月 这也是相隔20年多年再度见面 她本人心情非常紧张 对于两人的感情 剧俊叶表示当年与大S分手原因 是因为在那时偶像谈恋爱是不被允许 但是分手后从来没有遇过比大S更好的女人 在我内心深处她一直都是温暖又美好的人 因此得知大S离婚的消息 剧俊叶第一时间联系到大S并向她求婚 而大S也同意了 不得不说太不可思议了 剧俊叶大S孙不结婚后 其在韩国的真实生活现状也很快被媒体曝光 不久前 剧俊叶参加了韩国一档真人秀节目 展现了剧俊叶的真实生活状态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 52岁的剧俊叶仍然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节目上剧妈妈也是有谈到对未来儿媳的要求 在剧妈妈心中 自己儿子长得另一半 最起码也要像儿子一样 是没结过婚的人 而且要为他们家传宗接代 显而易见大S并不符合剧妈妈的儿媳要求 虽然剧俊叶和大S结了婚 但剧妈妈抱孙子的愿望恐怕没法实现了 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大S被问到是否有计划生第三胎 而大S毫不犹豫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会再生了 因为再生第二胎时经历了一次危急状况 二胎已经算是上天给的礼物 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现在恐怕也是生不动了 毕竟年龄不是开玩笑的 还是自己身子重要 众所周知大S是一个非常有主见但又感性的人 再生孩子的问题上显然根据俊叶母亲的想法没办法统一 而俊叶作为一个妈宝男幼会怎么调解呢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人 一边是有家庭地位的母亲 具体未来怎么样 还得看后续的发展 那么对此您能有什么看法的评论区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